你現在還有在關心 你們公司的營業中這個節目嗎 有有有有 我之前 之前我 你幹嘛你幹嘛 你在笑什麼意思 沒有 我想說你今天節目應該不想算 請就彈一小朋友就問了 丹雅倫的部分 你有覺得很遺憾嗎 嚴又婷一直在追營業中 彈丹雅倫陷入回憶森港町 28歲愛打球的嚴又婷最近在哪一夜呢 沒 他在學3D動畫竟然還動了氣胸手術 就很突發現在20到30會比較 比較有機會發生的 可是你不是有在運動的人嗎 對 我有在運動 我不知道他們醫生說瘦的可能會 我那時候就是練頭了 然後練一練我就感覺傳不過氣來 我就感覺好像我一開始以為是心臟 所以我就去看醫生就問他 我去心臟科 然後後來X光照出來才發現我是氣胸 它是你的肺泡破掉 對對對 然後造成你肺跟胸腔之間的空氣增加 然後它就會壓迫到你的肺 所以你每次呼吸的時候你的肺就很痛 為什麼要開一個燈就是讓你那個中間的空氣流出去 讓你的肺再貼合你的胸腔 會影響到唱歌嗎 其實因為後來我自己有好好的復健 身體裡面的狀況其實現在就好過 你現在還有在關心你們公司的營業中這個節目嗎 有有有有有 我之前 之前我 你幹嘛你幹嘛你這樣笑什麼意思 有 我想說是肩解應該不要算 你這樣才一小孩很痛快吧 我看到他們現在就是有一個真好答應 這樣子 一千的回憶也跑出來的 沒事 你好像做事情然後在這邊開記者會 好像是整個的 然後我早上我就跟他講說 欸你怎麼都沒睡覺 你沒睡覺我們已經怎麼開店 他的壓力 心裡面的壓力一直給自己 一直給自己 一直給自己 變成說他沒有辦法 要先不要這麼更好好做自己 不要用這種傳統觀念束縛 不要用這種傳統觀念束縛 嚴又廷去年參加爆紅實際秀來把營業中 自覺會拖累大家便中途退席 入戲觀眾覺得導火線是炎雅倫霸零 而炎雅倫也因卷入性侵風波提早從第二季畢業 這兩位中措生有聯絡嗎 其實應該都在啦 但沒有人在互動 我最近真的是瘋狂是 三弟也是人的 我想看他在補救才會毀我 所以那 真的 最後這個無焉的結局相當耐人尋味 炎雅倫的部分 你有覺得很遺憾嗎 三立娛樂新聞真是無言 報導 謝謝大家